5,4,3,2,1 每一笔方 哈喽,我是Bibi 现在我已经到饭店了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8点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房间还没有整理好嘛 所以还有大概,他说还有两个小时 那我们就先来吃早餐了 那在这个check in的时候呢 就有遇到一个是中国来这边打工的学生啊 然后他有告诉我,快速的给我一张地图 还有该做节...怎么样做节育 我已经先打拼好了 所以我今天是没有行程的耶 因为可能会有...因为有的人是从美国过来的嘛 所以可能会有时差 反正我今天是没有行程 那我先让你看看早餐我吃什么 我觉得早餐还蛮好吃的啊 来,我先让你们看我早餐吃什么 早餐有很多选择 我刚刚就选的这个现烤培根 虽然我在飞机上已经有吃早餐 但我现在还是肚子饿了 现烤培根 然后这个是火腿 这个是肠子吧 肠...香肠 火腿肠 那这就是说这边的什么...什么枣 椰枣是不是 不晓得...吃吃看 然后这个是面包啦 然后这个是刚刚做好的这个 松饼 然后这个是鲑鱼 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是水果啦 在杜拜这边呢,因为都是沙漠 它水果可是就是进口的 所以都其实还蛮贵的 真的是...桃子吧 对啊,感觉蛮... 你看蛮好吃的 然后有西瓜 葡萄 这个... 哈密瓜 然后这个 看得出这是什么吧 三十六啊 对啊,等一下来吃吃看 然后再来它的... 就是巴山拉提奶茶 在印度的时候有喝 还蛮好喝的 然后这是阿拉比卡咖啡 很特别的 我不晓得我没用错了 咖啡杯长这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啦 优格 再来好不好吃 然后跟用喝的优肉乳 还有这个...果汁 好啦,我在用餐的环境很好呢 嗯... 坐在这个窗户旁边 好啦,其实蛮多人在吃早餐的 目前为止呢 我是没有觉得什么不习惯 虽然有人是说他觉得不习惯 这个...早餐 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啊 先吃这鲑鱼 然后先烤培根这样子 烤的酥酥脆脆的 看起来就好好吃喔 嗯... 昨天晚上... 台湾晚上11点半的飞机 到这边呢,是... 嗯... 早上5点多 有时差是4个小时 它其实在飞机上 飞行... 今天是9个小时 然后... 如果说时差的话 我会觉得... 这边时间... 嗯... 比较慢吧 因为我... 昨天晚上9点... 11点嘛 然后... 飞到这边 嗯... 有点累啦 不晓得 哦... 他说这边的捷运卡 是银色的 买一张捷运卡 我就可以做捷运了 我已经... 看完... 陆拜的那个... 地图了耶 等一下 天 这边 马上就跟工作人员要到这家了 是那个的 对啊 很快就看到... 可以玩的路线 有捷运 红线跟绿线 还有蓝线 等一下就去探险咯 跟这样我要吃早餐咯 拜拜 哈啰 我已经到房间了 现在已经是9点40了 哦... 这是杜拜的万豪 来带你们看一下房间好了 好 看一下房间吧 看一下房间 来吧 来带你们看一下杜拜的万豪 哦... 今天我一个人一间 很开心 先房间转一圈 看一下样子 还蛮大的 我觉得大概有十瓶咯 十瓶有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客厅 这里 有个很大的沙发 有个很大的沙发 哇好舒服 这边的沙发都很深耶 你看那个 座位的地方 有没有 住下去耶 哇 好舒服哦 对 就可以让你赖在上面 好来 然后这边是 有一个很大的桌子 是让我自己吃饭吗 你看 有没有 这么大的沙发 绿色沙发 然后跟很大的这个椅子 然后 有个很大的办公桌 还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张的椅子 很大啊 你看这个桌 然后放两个 加两个 给你两个小抱枕 你看 你看 OK 我今天这个床 我觉得它是KING SIZE 你看可以放三个枕头 有没有看到 可以睡三个人 对啊 哦 然后灯也蛮漂亮的 它给你这个 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帽子 这个 灯 房间 应该说它是什么风格呢 不知道 杜拜的风格吧 啊 用的是Sansung的电视机 Sansung的电视机 然后我看到 哦 那个MiniBar在这边 给你看一下 MiniBar 杜拜的万好 我有查过了 3700 有没有很便宜 但是可能相对也比较老旧一点点 我觉得怎么来 MiniBar有自己的东西 东西要钱的 哦 那我们去看一下厕所 来厕所之前前面有这个 我的饮料八台区 在这儿 看一下 给你很棒的杯子 还有 冰桶 嗯 水 就是万好他们自己的水 他们也好像是筑拜的字一样 然后咖啡杯 咖啡 还有一个煮水器 煮水器长得这样 感觉还不错 都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墙上的挂画有没有 都有复古的感觉 那我们看一下厕所 转过去 等一下 厕所蛮大的 两边 这边杯子 第二 吹风机是这样子的 就是按到所谓酸的那种 肥皂啊 然后这边是贝瓶哦 贝瓶的 它还给你这个漱口水 然后跟这个乳液 看一下 什么品牌的 嗯 我不晓得 然后看看这是什么呢 哦 这是浴袍 浴袍 还有烫衣服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 保险箱 这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拖鞋 洗衣袋 擦鞋的 这有点神奇耶 这不晓得是什么 这上面竟然还有这个 螺盘 这是不是飞毯啊 这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啊 我觉得这很妙耶 我拿来这边看 这到底是什么 这很像飞毯耶 有没有有没有 真的很妙 这到底是不是飞毯 你告诉我 飞毯啊 然后让你知道 你要飞去哪里 有没有 怕你飞错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 指南针 我觉得这真的很妙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浴室 浴缸很大 来来来 浴缸 脸颇头 就是一段式的脸颇头 浴缸很大 感觉可以泡澡 今天我又可以泡澡了 干湿分泌 我觉得这种的 这种像游泳池那种洒水器 我觉得我最不喜欢洗这种的 因为水的方向没办法控制 我觉得你像在洗颤泡 这边这个温度是这样控制的 30度 38度 我不敢 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子按 38度 OK 它的背品讲这样的 洗髮精润 洗髮精润把乳 它刻意帮你排台 洗髮精润把乳 然后这个是洗澡的 这样子 看一下 马桶是两个的 有人使用过这种的吗 这 是这边上完之后 过来这边洗屁股吗 压水 冲水的 它的盖子是长这样的 然后这边也一个洗手台 还有一个体重剂 可以吃太多的时候 好啦 大概就这样子咯 浴室还蛮大的 但是最妙的就是这个 摩坛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床 不晓得好不好躺 床 那么大 欸有点高耶 床的位置 有点高 还有要跳上去咯 1 2 3 没有啦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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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好舒服 好舒服 今天我一个人 在这里享受这个大空间 好啦 Room 2了就这样子啦 床还不错耶 再滚床看看 呜呼呼 哈哈哈哈 诶 好棒哦 好啦 我的杜拜行变自由行了 我已经找好那个捷运 绿线 红线 我已经打听清楚我们这个 饭店的捷运站 听说很近 然后呢 最高的那个 杜拜最高的建筑物 跟他的那个某呢 也大概知道是几号站了 哦 我觉得杜拜好像 两到三天应该就玩完了耶 难怪大家都在这边转机 对 转机 然后去欧洲其他国家玩 然后这个入境一下 我觉得两三天 两天有点赶啊 大概三天差不多就玩完了 然后 还有件事情 我觉得热血沸腾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传统服饰叫什么 叫四沙利吗 其实我觉得跟印度有点像耶 因为我看到 饮食 都有点像 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真的很便宜 下一集 再告诉你们好了 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去黄金市集 跟香料市集 或者是 anyany任何市集 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 我想要买便宜的鞋子 不晓得到底有没有 那就先这样子咯 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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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